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Java裡面的多維陣列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二維陣列的部分 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我們現在有五位同學 班上有五位同學 我們要去記錄每位同學的三門課的成績 我們要用一個二維陣列來放的話 該怎麼去做 我們這邊假定它的成績都是整數值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INT的陣列 二維陣列的部分就是用中括號 兩個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表示 前面的這個中括號呢 表示的是RAW 幾列 然後後面這個數字呢 是代表幾個Column 幾行 那如果說你一開始呢 並沒有這個 一開始並沒有這個內容 沒有值的話 其實你用這樣子空的就可以了 假設你要給它初始值的話 你就是用這個大括號的方式把它框起來 那在這個示意圖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這個圖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假設我已經有給它值了 那我在取的這個陣列裡面的資料的話 比如說我要取這個9 顯然我就是取這個陣列的名字 Data 然後看它的座標 那座標先看RAW RAW是在1的部分 那Column也是在1 所以就是取的Data 1 1的部分 OK 好 所以這個 二維陣列的宣告方式是這樣 然後假設呢 你要取得某一個RAW 某一個RAW的這個 你要取得這個陣列有幾個RAW 有幾列 有幾列 那你就可以用Data 點Lens 就可以知道它有幾列 可是呢 你假設 是要知道Column數 你有幾個這個幾行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什麼 你就可以用這個 比如說 你取它的 D0個RAW D0個RAW 好 那取D0個RAW 然後去點Lens 它就會告訴你它有幾個 這個Column 有幾行 好 所以假設你有一個陣列 別人傳進來 你不知道它的大小 你想要去取得它的RAW 跟Column數 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好 接下來我們舉一個 例子 給各位看 假設我們還是以五位同學 三門客 的例子 當這個說明 好 這是一個 Eclipse的 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假設呢 我要先告一個陣列 Int 中國號 OK 然後呢 Data 這是變數名詞 等於 newint 中國號 五個 同學 然後呢 三門客 好 那假設我一開始只有宣告 並沒有給值 這時候我要 把它印出來的話 看為什麼有結果 int i從0開始 i小於5 i++ OK 這是針對RAW的部分 再來 column J等於0 J小於5 J小於5 J小於3 J加加 OK 那做什麼事呢 把它印出來 好 那我可以這樣子寫 比如說 Jata 中國號 中國號 加 I 加 J 加 J 加 J 中國號 它的值呢 等於什麼 我們加這個 Data 中國號 i 然後呢 中國號 J 然後呢 把它的值顯示出來 顯示出來之後呢 我們再去加一個 換行 那個 Tab 鍵 OK 那每一個RAW 每一列印完之後 我們換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執行結果 好 我們來看一下執行結果 那我們可以發現 當Data 00的位置 它顯示的值 它裡面所帶來的值是0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有宣告一個空的陣列給它 裡面什麼值都沒有 所以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好 那假設呢 我現在不是這樣的一個寫法 而是有這個內容的 比如說 這個呢 中國號 然後Data 我已經有值了 OK 那 第一個RAW的寫法 第一個RAW的寫法 就要這樣 給值之後 然後呢 一個 大括號結束 逗號 就要換第二個RAW 好 所以第二個RAW呢 你可以這樣子 換行來寫 好 那這樣的方式呢 是比較容易看 你說你把它串成一串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好 第三位同學 這樣子 好 再來第四位同學 OK 然後還有一位同學 好 好 OK 那最後這個大括號呢 就這樣子 結束 所以這個 各位呢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 這個 二維的陣列 我們把它對齊一下 給各位 比較容易 比較 OK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二維陣列 如果我們給出十值的一個寫法 好 那我們程式執行看看 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的值就在這邊 所以呢 假設我今天 特地要把某一個值顯示出來 比如說我要取得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十 這個值 我要取得這個十的話 那我就要去 我就直接做什麼 直接把它的 索引寫上去 data 中國號 十這個位置在哪裡 二二 第二個 然後呢 第二個 column 這樣子 好 所以 十呢 就可以取出來 所以這個陣列裡面的 這個操作呢 在 二維的 這裡面操作 是這樣的一個寫法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除此之外 我們再補充說明一下 你要取得 它的 它的RAW個數跟Column個數怎麼做 好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要知道它 有幾個RAW 有幾筆資料 那我可以這樣子做 我在這邊 加一個說明 比如說 RAW 的Number 是多少 那我可以加什麼 data 點 s 這樣子 好 除此之外 我還要加說明什麼 我的Column 個數有多少 我可以加 data D0個RAW 然後呢 點它的什麼 Lens 一樣 好 那我就可以得到它的結果 它的Column 它的RAW是有五個 Column有三個 所以就可以取得這樣的資訊 好 這在迴圈做的時候 有一個蠻大的好處 怎麼做呢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不確定它會有多少個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打Data 點什麼Lens 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邊呢 我可以打什麼 Data 中國號0 然後點Lens 這樣子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就可以得到什麼 我這樣的程式照樣可以執行 可以顯示這樣的結果 而且不會錯 這樣的好處在於說 假設我今天多了一筆 我現在多了一筆 那多了一筆之後 我又不要改扣 好 我們在執行一次 我就不需要改扣了 按照剛剛的寫法的話 我們要把這個 這個部分 從5變成6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現在是去抓 直接去抓 對應的它的 弱的個數 所以就不需要去改扣 那變得你的程式呢 就會變得比較有彈性 以上簡單說明提供給各位參考